那我相信人家熱臉 然後來貼我們的冷屁股要幹嘛 所以我覺得 國民黨要為這一次 所謂的取消 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今天 這個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而且是現任的 要來到台灣 我相信這是我們應該 全國上下都要齊心 協力表示歡迎 可是沒有想到說 在還沒有來之前 然後就受到國民黨 無盡的批評 還有所謂冷言冷語 那我相信人家熱臉 然後來貼我們的冷屁股要幹嘛 所以我覺得 國民黨要為這一次 所謂的取消 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我們認為說 當時候 馬英九不是也接見過 前美助 聯合國大使波頓嗎 可是當時候要來的時候 雖然是錢 可是我們也是大家齊心協力 表示歡迎 完全試過境遷到今天 從馬英九到江啟成 到國民黨上下 全部在唱隨 我不知道說台灣到底怎麼了 一個這麼重要的高官 美國高官要來到台灣 居然要受到國民黨 這樣的一個批評 甚至冷言冷語 我相信即使我是這位高官 我相信我也是會很難過 而且也會覺得我來此趟到底有什麼意義 因為我們有一點點 要認真是辣 我相信 有什麼人 那麼多人 好像是有什麼人 有什麼人 是 我相信 我相信